講白話 撐粵語自己有點的讚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麵妹 在廣府地區要有繼續粵 叫做食在廣州廚出鳳城 鳳城大家知不知是哪裏呢 鳳城是中國廚師之鄉 亦都是粵菜發源地之一 既然作為適飲適食而行新積極 入得廚房出得廳堂的廣東人 又怎可以連食物的名字都讀錯呢 所以今期就來考考各位飯桶 不是 考考各位食國 10個食物的名字用粵語點讀 看看你讀得對多少個 有些人測試到一半就贏輸了 哈哈哈哈 免得大家讀到不下不淡 所以教大家普通話點讀 第一個普通話讀統酵 統酵不是讀統教 粵語讀童酷 童酷即是堂酷 有些地方亦都將它叫做皇帝菜 因為它在古代在宮廷的街上咬 它有一種特殊的香氣 喜歡吃的就覺得好吃 不喜歡吃的就覺得好 第二個有多少朋友 是將它讀成紫鹽粉 或者木鹽粉 如果有的話老老實實打它有口字 普通話是讀 滋染粉 第一聲是 滋染粉 不是紫染粉 粵語讀 脂鹽粉 脂鹽粉 不是紫鹽粉 如果BBQ的時候 撒一些脂鹽粉 哇 真的好吃到沒有朋友 第三個 有多少朋友仔是用普通話 將它讀成奶酪的呢 其實我就是其中一個 還要鬧出個笑話 請問有沒有奶酪麵包呢 不好意思 我們這裡只有奶酪麵包 沒有奶酪麵包 這麼大間店都沒有奶酪麵包的 那些都很幫助 這個字普通話讀奶酪 奶酪 粵語 雖然兩個讀音可以讀露 也可以讀露 但是用來表示牛羊馬 乳汁造成的食品 一般只會讀露 譬如說奶酪 杏仁露等等 第四種食物 吃過的朋友仔 打吃過兩個字 這兩個字普通話讀 鬧州 鬧州 粵語讀 勞租 勞租 勞租是什麼呢 四川人將它叫做勞租 江節戶叫酒壤 湖北叫米酒 湖南叫甜酒 廣東一帶叫做甜米酒 或者酒租 酒渣都行 好東西來的 第四個 這個詞一直都很有爭議 甚至也都拿出個笑話 先生 喝什麼茶啊 我要抱你 哎呦 這位先生 幹嘛包我呢 我是賣衣不賣神的哦 我們一直都以為普爾的讀音是錯 其實是對 我們一直都以為普爾的讀音是對 其實是轉音 根據康熙字典裏面有紀錄到 以子切 集穩 隱子切 陰以水明 在廣州話靜音字典裏面 也都將這個字記錄為 以的發音 所以這兩個字 普爾是文讀 而白讀或者異讀 就會將它讀成 土尼 土尼 而讀成普尼 應該是屬於口語的變調 即是相當於老往老診那一類 順便說這兩個字 其實是讀 魚尼 魚尼 幼尼 幼尼 但是口語變調 經常會將它讀成 魚尼 幼尼 第六個 經常聽到有人將它讀成 母尼 普通話正確的讀音是 母尼 母尼 不是都尼 粵語正確的發音是 毛尼 毛尼 不是母尼 和毛尼的毛 同音 冷知識 原來生蠔和毛尼 是同一個品種 但是不同的兩樣東西 第七個 這兩個字雖然很陌生 但是平時我們打邊爐 或者吃烤魚都有它 普通話讀 鑄 鑄 鑄 粵語讀 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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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魔狐 我們平時吃的魔狐獅 就為它做的了 曾幾何時我都將這兩個字讀成 分走 普通話正確的讀音是 粉潮 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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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湛光、广西、合土、淘北等地的传统小食 主要材料是用糯米粉、滋米粉再包一些餡料 制作而成的传统地道小食 懂得做的朋友仔 底下留言 今期大家有没有学到新东西? 有的话 底下留言不断说一声多谢 如果大家还有不懂读的字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尽量帮你去查一下 到最后解答上一期的答案 青山瓜即是戴不透 神神的意思 好像生水糊头那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呢? 今期的问题就是 敌在广州处出奉城 知不知道奉城是指哪个地方呢? 知道的话 底下留言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面妹 平时在生活上 经常会见到一些 两个不三匹的字 组合一起的三匹字 虽然生活上是未必用得上 但是有时候看新闻 见到都不识读 又或者是识读 但是又不知是什么意思 譬如这个开火 普通话读演 粤语肯定不是读开火 是读淫 开火是代表什么呢? 肯定就不是煮食 是代表光明光亮的意思 现在多数是用来形容一个人 热月沸腾 斗枝昂阳 拜标刊的意思 这个字在康熙字典幻里面 又解释到 移针切阴淫 寓意是光明 这个字之所以会红起身 主要是因为网络用语 在09年IEST 某一场DOTA比赛里面 就出现了一支队伍 名字就叫做 演出队 粤语 粤语就读 阴之队 听过名字就知道厉害了 为什么觉得厉害呢? 不识读右生壁 就觉得他厉害了 从本义来说 这支队伍是光明之队 但是有很多人不识读这个字 所以就将他硬读成开火队伍 这个任字在游戏当中就衍生出 黑路相逢勇者性的意思 啊!你条毛利啊!蛇龜道具啊! 兄弟!别崇啊! 演演演!三千聪! 临时考你火花你就知道什么了 但是火加花陷在一起 你又知不知道怎么读呢? 知道的话底下留意 第二个是由不同要组合成一齐 这个字普通话读波要表 那其实就是不同要快速连读 那大家可以一齐试一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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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粤语是读表 那都是解作不要的意思 相当于粤语的不好 千奇米差不多意思 那这个标字是出自中国言语资料 农言里面就有一句 我说你真是的 天汗表望各大远 女重表望两家人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在大汗的时候 不要只懂得子异的天 忽然之间会乌云蜜布 落大雨 应该实际点 差不多几桶水 那后面那句的意思就是说 嫁出去的女人 就算日子过得再艰难 都不要只言良家人 会带一大块钱过来救济你 那与其想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都不如靠自己 那这个标字是客家人的古汉语方言 那也是解作不要的意思 那因为方言连读 那所以就将这两个字合二为一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组语 叫做上骂 标听 常打 标惊 意思就是说 你经常去骂一个人 时间一长他就不会听你的话 经常去打一个人 时间一长他就不会怕 第三个 上面一个强 下面一个力 那这个字一看就知道 死牛一变颈了 那普通话读 语强 僵 越语 毒 强 僵 那虽然有很多个读音 但是意思都是一样 那在说文解字里面有解释到 上强 下力 迫也 力也 有强者 有力的意思 第二个解释 同僵是解足或强 固执的意思 那是不是死牛一变颈呢 第四个 上面一个意 下面一个心 那这个字普通话读 隆隆 越语 毒人 那在古代是单人旁人字的二体字 那虽然是二体字 但是意思就有不同 那单人旁的人字 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 后马蒙书里面 那本意是指对人有善相亲 那后来逐渐就发展成为道德的范畴 比如人爱 人正 那至于这个人字 那虽然都有人爱的意思 但是是指一个人不够专心 把心分给两个人 那一心二用 仍然是博爱 第五个 王家伯这个字 你会怎样读呢 那肯定就不是读王伯 普通话读 特阳天 粤语 是读天 那在古代 那由于他生得又比较特别 又自大气感 所以有些人故意将他读成王伯 那这个字在网络上是非常之流行 譬如说 你很讨厌某一个人的观点 你就会用到这个字 又或者在游戏里面就会用到这个字来讽刺对方 以上这五个字都属于合成词 那其实都是方言才会用得上 那基本上平时都是仓底货很少用到 那自从在网上兴起类似的字之后 很多网民就搬出一大堆类似的三辟字出来 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含义 那譬如说两个和外节站在一起 知不知道怎么读油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的话底下留言 好了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妹妹 在粤语里面 认亲戚叫做想契 认干爹叫做契爷 认干妈叫做契妈 那至其他契仔契女契姐契哥契什么都行 但是如果是弟弟的话 就不可以叫契弟 而是叫契弟 因为在粤语里面 契弟是一句不好听 骂人的说话 根据广东文史记载 在清代末年 廣州西关光雅里一带 有一种专为红白喜事做服务的行业 叫做耶门堂馆 简称唐馆 唐馆 唐馆虽然有分男堂和女堂 但实际上 女堂都是由30岁左右的男人来做事 提供服务的时候 是由男人装扮成女堂馆 主要侍奉女卷 因为要茶枝抹粉 头顶还夹着大发夹 出手又是蓝花纸 而且说话更音声细气 言行举止 走似女人一样 听说长期做这个行业的人 就算以后脱离了这个行业也好 言行举止也是女性的特点 这些男性的女堂馆之间 会以姐妹相称 甚至有些还和有钱仔传出丑闻 后来经过一些小步的跨大圈掩之后 光瓦里就成为了一个藏污纳旧的地方 后来还产生了一个血后语 叫做光瓦里出世静契弟 自此以后光瓦里这个地方就臭名远播 令到很多住户都搬走了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现在的契弟在广州话里的意思就已经合乎了 有时候朋友之间讲个笑都可以用得上 至于骂人的意思也都不像当初那么严重 朱玉永以后我做大你做小 你见到我就叫我做契哥 我见到你我就叫你做契弟 除了刚才说的契弟之外 还有一个契是好赞鬼 相信很多朋友都做过 不是都讲过或者听过的 就是契家佬契家婆 其实就是相当于北方人讲的兴徒 若然你一定要听解释 意思即是非夫妻关系而发生运动行为 或存在内媒关系的男女中的任何一方 是建立在物质或运动的基础上 非正常男女关系就叫做契家佬契家婆 为了昨天问什么叫契家婆 那位朋友仔 为了想学粤语的北方朋友仔 我要拆开解释下 这个契是指情投意合的意思 那家是指我家的男人或女人 那老很明显是形容男性 可是形容女性 别人契家佬 不正契弟 好了 到最后又到我问回来 转头 搭顺风车的粤语 又知不知道怎么说呢 知道的话 底下留言了 好了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 拜拜 说白话 撑粤语自己有点 开转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面妹 众所周知 在广东是落雨大水浸街 不过当然这句是同谣 水自古是司空见惯 和水相关的粤语逐月亦都多不升数 可以说是检柜得来又过瘾 所以为了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广东的水有多深 所以今期继续请95岁的老广同大家讲下广东的水文化 那吹牛万无边际行聊可以叫做聊天 又可以叫做什么水呢 粗袋呢 说益后留意 那如果衣服或者布料缩小料 或者货币贬值又或者荷包的钱小料 那又可以叫做什么水呢 是缩袋的这衣服 那吸收水份又叫什么水呢 缩袋呢 纸巾那么缩 哦 哦 那还有广东人是以水为财 那所以到处筹钱就叫泊水 那如果借钱就叫度水 那如果给钱就叫磅水 那有利润就叫食水 那如果还钱就叫回水 那如果有钱就叫搭水 那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 获取暴利、谋取财物又叫什么水呢 略袋啊 那成就辉煌、威风又叫什么水呢 威袋啊 为何威袋啊 今天威袋啊 威袋啊 扮得这么漂亮 不是威袋啊 嗯 那工资以外的收入、收取利益又叫什么水呢 油水 有钱的油水 是不是 是啊 那煮糊的水 普通话就叫做Kai Sui 那用粤语又怎么说呢 滚水 那反应灵敏警觉性高 又叫什么水呢 又叫什么水呢 醒醒目目做东西 就是整水 哦 好像你那样吧 是啊 哈哈 那有些食品要用滚水煮一下 又叫什么水呢 灰水出水 那现在老广临时考下大家 朱头仔落坑 两个佬去罗山 不要说死佬了 哈哈 知不知道是什么水呢 知道我吗 底下留个言 那暗中提示 提醒 又叫什么水呢 提水 提水 提子的提 那你是谁 又叫什么水呢 你是什么水啊 那广东人说的放水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是给提示对方 令到对方赢 有故意通融的意思 第二个是有销装的意思 第三个意思 跟渣水 即是小便的意思 差不多 用人来带来往两地的人 可以叫做水客 如果未有经销商 直接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 可以叫做走私货 也可以叫做水货 那偏爱合心意 或者指一个人有主意 心理所想 又叫什么水呢 就是他人喜欢的核心罪 哦 核心罪了 对心罪 看老婆 有些人看老公 我见了 適合心罪了 两广人说的看水 即是把风 望风的意思 看在粤语里面 是有看的意思 看水 在字面上的解释是 看水 在旧阵子 治来水还没有普及到 各家各户的时候 居民是要去到公用的水龙头 给省子去拿水用 为了监督 街道的人 就会派人去专门看住水 后来看水这个词又引申指 把风 望风的意思 那盆村 铝肺 炉肺 又叫什么水呢 鎖脚的鎖 要是去四路 要前 要搭车 要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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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希望 形容一个人喝醉酒後 胡言乱语 神志不清 那样 那这酒又叫什么水呢 傻仔水 傻傻仔仔 喝醉酒 傻仔水 那顺顺利利又叫什么水呢 又顺风顺水 做工好 搭船搭车好 大恩 信封重宰 好 好 專心一意沒有其他雜念 就可以說跌心水 如果裝模作弱 做些表面的功夫就可以說整色整水 如果小人得志 就可以說水鬼星成王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如果好像我這樣講的都講不完 就可以說 口水多過茶 今期跟大家講了很多關於水字的俗語 如果還有其他水 歡迎留言補充 到最後解回上一期問大家的屈頭雞 是什麼意思? 屈頭雞是去山 我們陳蝦有很多 深山窄的 現在有些人很擅長 種到 沒那麼香 去山羅很香 拿去種什麼 拿去煲湯 煲粥 另外一種屈頭雞 是指雞胚尚未發育完成的小雞 也可以叫做屈頭雞 揭曉上一期的謎語 東風撞西風 見雞災骨那 召夫打老公 尾底就是打鐵 扯風箱 遲遲遲遲遲 東風撞西風 鐵扔鐵 召夫打老公 今期老廣又要考考大家 今期的視頻暫時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拜拜 講白話 撐粵語 自己有點分三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麵妹 首先想問問各位 為什麼廣東人會說普通話 而北方的朋友就為何不懂廣東粵語呢 帶著這個問題看下去 普通話 祝用粵語怎麼說 與 求用粵語怎麼說 口 祝求用粵語怎麼說 周星 有沒有第二句 修爹 你 有沒有句斯文 修爹 你 全國都在普及普通話 學校都是普通話教學 就連老一輩的人 為了方便和孫仔孫女交流 都學了普通話 所以想不懂也挺難 至於北方的朋友仔 認為粵語難學的原因就是 音調難 用詞語法都不同 還要將喬舌音省略了它 接下來一起來聽聽 普通話和粵語日常用詞有什麼分別 首先講一下自然現象 普通話 悶熱用粵語怎麼說 今天很危熱 今天很焗熱 普通話 月亮用粵語怎麼說 月亮月光 閃電用粵語怎麼說 入寧 入寧 閃電 有沒有聽過 聽過的話 底下留言 如果還有其他叫法的話 留下坐標 閃電有人叫 立靈 入靈 也有人叫 攝靈 到底怎麼寫呢 最接近的就是這個寫法 首先看下 攝字 在書文裡解釋到 攝攝震電茅 即是雷電膠鑿的樣子 令字 在偏海裡解釋到 火也 在天上又電又火 雷聲長 電光快 即是行雷又攝靈的自然現象 普通話 打理 用粵語 怎麼寫呢 內功響 蝦語 落去 大去 小去 中去 尾去 有些地方也會說落水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呢 老廣臨小考考一下 各位 你知不知道 納茶和光機嫂是什麼 知不知道 知道的話 底下留言 那D 彈粵語怎麼說呢 地毯 家裡 OK 對 普通話說的 縫紋姿 用粵語怎麼說呢 A-che 如果說 本耐用呢 不參容 化學 化學 化學是一門基礎自然科學名稱 第二個意思是解作 不耐用 不實用的意思 比如說 變化無常 也可以說 這麼化學 如果相反 耐用 用粵語怎麼說呢 耐用的 好像可以很參用 打麻將 放粵語怎麼說 打麻將 打扑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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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風箏 粵語怎麼說呢 風箏搖 那普通話 當秋千 用粵語怎麼說 打千秋 騎自行車 騎山車 踩山車 踩山車 普通話 摩托車 用粵語怎麼說 摩托機 那計程車 打扑克 那普通話 包水 用粵語怎麼說 煲鎖 咱 杯 用粵語怎麼說 飲性 喂喂喂 今天不開心 飲性 餵 那普通話 抽煙 用粵語怎麼說 養 養 養 吃煙 那普通話 雞翅膀 用粵語怎麼說 雞翅 雞翅 用粤语怎么说? 鸡油 鸡腿用粤语怎么说? 鸡腿 假如今晚吃夜宵 用粤语怎么说? 吃宵夜了 喂喂喂 今晚出来吃宵夜 喝啤酒了呗 普通话开关 用粤语怎么说呢? 按键啊 你 当北方人想表达 我真的很感谢你 那用粤语又怎么说呢? 我真的说得了 谢谢你 那如果别人给你 你想表达感谢又怎么说呢? 阿婆给你一个粤语你一 谢谢我成为了 聊完之后 招这样白就此作白又怎么说呢? 是这样的 好客户不熟啊 听人说懂得炸嬌的女人才好命 最后请给女士们 必学的三句炸嬌粤语 真的假的 厉害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为什么呢? 你很加热啊 今期跟大家讲了一些日常用语 那么最后解答上一期的两个迷语 第一个 生达和胸针針羊鞭 十不另离过埔山链 即是鸡眼 哦 鸡里面的眼睛 有一种鸡没有 有一种鸡也有 第2個是根竹灰四窄 東間有個菩薩 即是結招 到最後還有個謎語考一下你 棍竹創蓋竹皮 三耶穌講道理 知道是什麼物件嗎 大家考一下 知道的話 底下留言 好了 今期的視頻暫時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有網友留言說想學粵語脅頭語 脅頭語通常講前半節 而脅去後半節就領悟到個中意思 所以就為之脅頭語 今期繼續請95歲的老廣 和大家講一下廣府地區地道的脅頭語 給心機聽 形容一些只是捨得花錢去嫖的人 又有哪句脅頭語呢 吃辣米給雞丁 形容一些很危險的事又怎麼說呢 菜刀剃頭好壓煙 什麼叫牙煙呢 就是好壓煙 形容互相碰撞的 阿崩賣火石 吉火生的肌 阿崩叫狗 越叫越走 廣府人說的阿崩是少了門牙的人 說話是漏風 所以將狗叫成走 狗聽到之後就起在這裡走 生活上使用的時候 會忽略後半句 只是說前半句 阿崩叫狗 如果你在生活上想叫著某一個人 他不單止扮聽不到 越走越快 這個時候就可以說 剩一阿崩叫狗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關於阿崩的蟹頭語 譬如說 阿崩吹燒 阿崩吹燒 債性債氣 阿崩湯羊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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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崩養貓 轉死性 人家說我正在枕頭木塞 是甚麼意思 說你貓咬頸 生仔姑娘再走老 這句話 生仔姑娘 這句就很容易理解 生仔姑娘 生仔姑娘 這句就很容易理解 即是慘苦 每次生的時候都說痛 下次不再生 怎知下次又繼續生 醉酒老 每次醉酒之後就很辛苦 都發誓 以後不再喝 怎知下次更醉過上一次 那這句協後語就用這兩類人來表示 做事的時候都說不好 但是下次還會繼續做 那冷行街磚 陰陰濕濕的 那冷行單竹竿呢 直出直入的 那鐵拐你踢球 一腳踢 那一腳踢在粵語裡面是指 很忙碌自己一個人做了 那田雞過河 各有各印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你又你踢 你又你踢 我又我踢 還有說 做軍巴西練 有好報好 有神報神 我問你 阿婆菜飽是甚麼 精神可家 阿婆跨腔頭是甚麼 上落都難 我又問你 阿婆擔踢 知不知 哈哈 不知道 你知不知呢 知的話 第一流的言 阿婆 螞蟻甚麼田螺 無充大頭鬼 無充大頭鬼 即是沒有那麼大的頭 粒那麼大頂帽 假裝了不起 阿婆 賣淨借呢 四圍笨 四圍笨的意思 即是站著又挨著 坐著又挨著 周圍靠 那盲工吃雲吞 心中有數 奇奇一點 阿婆人家說我沒有染雞爐 你自出自入 鵝姐粉果好看又好吃 那這裏的鵝姐是出了名 人靚製的粉果又好吃 那這句通常是用來贊人 廚藝好手藝好的意思 那泥水佬開門口 過得人就過得自己 真是多得記住就多得人住 阿婆有沒有考你 阿尿遞草子 喉嚕無功 那甚麼叫做無功 阿尿遞草子 其前你 阿尿遞草子 要出功 想觸周圍滴水不流 沐沙蕭 沐沙蕭滴水不流 普通話的滴水不流 是形容周密謹慎 沒有破綻 但是這句粵語 血後語的滴水不流 意思就不同 廣府人以水為財 這句話 意思是比喻非常隣跡 一模不拔的人 阿婆人家說你猛火尖堆 疲老心不佬 即是形容一个人 虽然年纪大 但心态是年轻的意思 给予年龄生的人 不值钱的 阿婆 网友又问你 路举埋年 算数了 阿婆 那黑米佬吃死蟹? 黑米佬吃死蟹? 黑米佬吃死蟹 吃死蟹 吃得对 吃得好 喂喂喂 我和你讲 公棍老狗仔 文称人伟仔 今期老广教大家讲了这么多句 关于老广的蟹头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东西呢? 好了 到最后解答上一期的谜底 即是软毛 郭伯爷公 戴着红鹰帽 越坑越矮 即是善香 今期老广还有个谜语 考下大家 红柳津 天又可以 是这样的 没有了? 没有了 可以拼不拼? 可以拼得 哦 今次可以吃的 知道的话 底下留个言 好了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面妹 找两餐是广东人经常说的口头线 譬如说 找两餐硬仔 若然未听过的话 可以听下以下这首歌 为什么是找两餐而不是找三餐呢? 找的又是哪两餐呢? 其实口语都是约定俗成 是在民间长期发展而来 正话所说的找两餐 其实是和古代的饮食习惯有关 古人的照明就没有现在那么先进 所以通常都是日出而庄 日日而识 再加上当时的食源又不是那么充足 所以每天只能吃两餐 第一餐饭就叫做朝食又叫做翁 时间大约在晨时 即是上午7点到9点 又称之为食事 又不是老作的 有古籍记载 朝食再致时 即是上午9点到11点 是比晨时迟一个时辰大约是两个钟头 在汉书韩信传里面就有记载 在韩信未得志那时 就记食在南昌亭长的家里面 亭长有个老婆就是一个很小力硬的人 很厉害看到这个汉书 所以经常一大早就煮好一煲饭来吃 等到食时 汉书来吃饭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得吃 至于第二餐饭就叫做暴食 又叫做酸 时间大约在新时 即是下午3点到5点 看回跟我们的下午茶时间差不多 所以古人又将新时叫做暴食 古人暴食 多数都是将早上吃剩下的熟食 加热一下就吃 不会再煮 这个孙字在书文里面有解释到孙暴也 解释为食之如也 即是成凡 古人就没有睡觉的习惯 所以在论语公野掌里面有记载 孔子的弟子 左语就寝 即是日光日白睡觉 被孔子说他扭目不可雕也 确实 日头正只有几个小时 如果还睡个大觉 还可以做到什么 其实两餐祭的情况 一直到现在都有 特别是有些农村农闲的时候 还会保持着一日两餐的习惯 喂老友 人家都是找两餐晚餐 不用说尽杀绝 临时考你 有没有人知道 阿不甩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的话留言解释一下 第二句 也是广东人经常说的口头线 就是做有36不做有36 这句是出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有个时期工人的最低工资 只有36元一个月 由于当时是大祸的年代 所以就算懒那个和勤力的工资 都是差不多 所以就出了这个月 与里与做有36不做有36 亦都可以用来形容 做多或者做少都是一样的状况 可以这样做句 计我说 对自己好点 不用更拼 反正做有36不做有36 第三句 九出十三规 九出十三规 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一句 关于高利泰的术语 是指泰出名以上的10元 实际上只给9元 到期之后 通常期限是一两日 甚至可能会更短 就要还足那10元 还要加上3元的利息 一共就是13元 在旧社会贫富人格 又怎会还得起呢 所以旧时候 很多人被这些炎黄债 压到没得翻身 第四句 到现在都经常听到的 就是吃过夜粥 这句是形容练过功夫的人 话说当年的武馆 经常在晚饭之后才练功 练功的人在睡完练之后 会觉得又累又饿 师母就会趁有空 准备定一煲白粥和一些包点 给练功的人 睡完练之后食用 所以吃过夜粥 这个词就是这样衍生出来 阿强 我还以为你吃过夜粥 谁知道那两招三脚猫功夫 今期大家应该认识到不少老广文化 到最后又到你教我回头 老广说的虾鹿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知道的话底下留言 好了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 拜拜